凌晨上山看夜景 广场前聚集了好多人 不过一转眼 冤金已经抵达现场开单 因为这地方其实是管制区域 4号凌晨一点多 在桃园卢竹扶山公前的广场 多达23人半夜不睡觉 跑出门看夜景 就是担心大家群聚 疫情期间有好多景点都选择暂时关闭 但其实各地的罚款金额也不尽相同 最多竟然差了20倍 上个月底有名传跑进花莲的沙坡荡西 一个人自在的游泳 闯入管制区域 最高开罚一万五千元 不过在台中的北屯 男子晚上偷偷跑到大坑三号步道 最高恐怕会挨罚三十万元 另外两起案例都在新北 到近山户外泡脚池 跟到平溪辉瑶瀑布玩水 罚款的金额也差很大 同样都是以传染病房制法开罚 但罚款的金额却大不相同 主要等于其实应该看说 他们当时违反了这个内容 然后依照那个检部的市政 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那当然他如果有 列入这个公告不得进入 那就是依他公告内容的 这一个条款来做采除 这边基本上是禁制区不能上来 有没有看到外面有贴封条 根据送案时的条例不同 也影响到开罚金额 为了能够顺利解封 有很多民众都乖乖待在家 不敢乱跑 却还是有人待不住 以为没有人会发现 跑到P&P的景点玩耍 恐怕成了防疫破口 也让机查人员真的忙翻了 TVB新闻综合报道